乌莱区前福山国小教务主任阿洛侯拉 前往护证事务所提出变更硬件申请 但是汉民与泰亚族名罗马平英并列的硬件章 遭到护证事务所驳回 阿洛侯拉脸书上写下 5月26号银行账户需要必须出具硬件证明 所以前往护证事务所顺便提出变更硬件申请 但是林贵承办人员看到阿洛侯拉的硬件章上 有泰亚族名罗马平英 提出硬件证明是不能出现罗马平英 另外林贵承办人员要求阿洛侯拉提出陈警 把申请经过遇到的问题 一并承报到内政部 因为乌莱护证事务所人员表示 没有遇过汉名与罗马平英合并的硬件 但是明文规定硬件上只能是中文 让阿洛侯拉感到不被尊重 硬件出现罗马平英到底是否可行 内政部护证事务所办理硬件登记作业第四条规定 申请登记硬件以一种为限 并且应该使用户籍登记姓名 不得加科图腾 条文并没有写到禁止罗马平英 副司长回应 地方护证事务所可能没有遇过 所以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但表示罗马平英绝对可以 如果说取用传统姓名或是汉人姓名 他都可以来并类传统名字的罗马平英 内政部呼吁族人 罗马平英可以刻在硬件章 不需要担心 只是要注意的是 硬件章不可超过三公分 名字过长到超过三公分 可以请地方护证事务所 呈报到内政部 或在研议该如何处理 但这也凸显了中央与地方 对此事件认知上出现的严重落差 继续暗算岛秀台北市采访报导